背着黑色书包快步穿越大马路头也不回 原来前一刻知名男子在医院前开枪 监视小组在医院车道旁来回拍照搜证 同时调阅监视器循现追捕 就怕对方与警方驳火 大批警力出发之前不忘带着盾牌 不到三小时终于逮到人 全身黑衣黑裤被远警驾驻送进派出所 警方调查年月39岁的枪手 当时开车载着小孩来到新北市新店慈激医院看医生 却与前女友起争执 还在大门口开枪 犯案之后丢了车也把孩子留在医院 独自狂奔两公里躲回台北市文山区住家 直到警方找上门才配合到花圃中找出犯案枪械 就是这一把远警带回监视 确认是瓦斯BB枪没有刷伤力 但它属于类似真枪的玩具枪 后续还是将人依照社会法送办 先犯一次不满 她的前女友没有把她跟她前妻所生的孩子照顾好 让孩子们快要生病了 她晚上就开车 带着孩子来到急诊室准备要挂号 同时把前女友找过来 没想到双方一碰面就吵起来 而她就在这个车道上面对风枪 前女友被带回派出所人惊魂未定 无辜的两个孩子也因为父亲开枪 被迫从音乐又被带到警察局 通知祖母帮忙照顾 直到凌晨三点多 父亲到案完成笔录才回家休息 孩子原本已经身体不舒服 却连挂号都来不及 就因为爸爸开枪 他们这一夜也保守折腾 TVBS动不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